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伦贝尔 4月15号再次入春失败迎来暴雪天气 呼伦贝尔学院的学生们是在雪中打雪仗 大家是欢声笑语一片欢腾 咱们啥也别说了 来展示吧 怎么样 刺不刺激啊 我跟你说这场面也只有在我们大东北的春天里才能享受到这种乐趣 那广义的东北地区呢 不光是辽极黑暗也包括内蒙古东部 这股来自北边的冷空气也席卷了咱们辽宁 这一个礼拜呢 给我动够呛 特别是晚上这床头冰冰凉 窗尾是凉冰冰 没有够暖了吧 外边还大幅度的降温 就这个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就说今天的沈阳吧 这个天光暗淡 青云低垂 是不是还飘下一阵无根之水 你整那么复杂干啥啊 其实就是阴冷下雨了 今年啊 今天啊 沈阳夜间最低气温是零下一度 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春光回暖 春风拂面呢 立刻 马上就变了 明天开始呢 沈阳的天气蹭一下就升起了 最低温度是八度打底 最高温度都二十多度了 沈阳中心气象台预计啊 四月十八号 辽宁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春天 那这个季节呢 比常年要晚一天和去年相比早了九天 其实就晚一天呢 好像咱们还挺斤斤计较似的啊 不过呢 也说明大家对于春姑娘的这样一种期盼 这回天气好了 各种春装可以翻出来 穿上了 但是春天风大啊 这里呢还得时不时的提醒一下大家伙 一定要特别注意头顶上的安全 话说四月十五号的下午四点四十一分 朝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报警 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 朝阳市龙城区一美嘉园 一处居民楼啊 六楼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被风给吹倒了 接到报警之后呢 指挥中心是立即调派消防人员赶赴现场 咱们以后来看一看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 楼顶多个太阳能热水器被大风吹倒 有的已经倾斜 马上就要掉下去 而且还不时有碎片掉落 十分危险 消防员带好安全绳索上到楼顶 楼顶风大 人站立不稳 消防员只能用绳索将被吹倒的太阳能板绑在了楼的烟道口处 又将碎片清理干净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待天气转好之后 再找人将太阳能设备取下 无独有偶 位于朝阳大街和谐家园的一处办公楼 由于大风原因 一扇窗户出现松动 随时可能坠落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有两名维修人员正在试图维修破损窗户 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员对维修人员进行安全保护 将即将脱落的窗户玻璃先行拆卸 降低风阻 随后将窗户框固定好 等天气转好 再重新安装窗户 这样的条件 头上的安全真的是头等重要 路人们也要小心 主人们也要盯牢自己的东西 千万别热祸 好了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要广而告知一下 大家伙都好好注意一下 大喇叭开始广播了 从4月30号开始 辽宁将会正式应用身份证 电子凭证 驾驶证 电子凭证 妈妈 再也不用担心我忘带身份证了 对 你就忘带啥 现在也不能忘带手机了 这手机基本成为我们的人体器官了 怎么来详细说一说电子身份证 电子驾驶证是怎么回事啊 都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使用呢 辽宁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这两种电子凭证都可以自愿申请 那我省办理过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常驻户口居民 那需要先下载辽识通 那进行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申领了 在辽识通我的证教服务专区中选择电子身份证 展示居民电子身份信息 选择电子驾驶证 经过人脸识别并且填写准驾车型及有效期限的信息之后呢 可以申领展示电子驾驶证的信息 还有社保卡 医保卡 也可以申领电子社会保障卡和医保电子凭证 根据辽宁省省营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辽识通已经汇聚电子身份证明 电子驾驶证明等各类电子证照353种 将逐步在全省各类场所使用 对 其实就是越来越方便了嘛 比方说在酒店住宿登记的时候 可以现场通过时任认证的方式 向工作人员出示身份证的电子凭证 作为登记入住的凭证 另外呢 当群众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社保业务的时候 也可以向工作人员出示电子身份证 经过确认核实之后 可以作为办理相关事项的有效身份凭证 哎呀 你看看这不就一个字 方便 不是 你是不识书了吗 这不是俩个人吗 分 联系不就一个字了吗 咱光说这个电子身份证啊 说这个电子驾驶证怎么来使用呢 好好来听听啊 电子驾驶证的使用场景有两个 一个呢 是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 驾驶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面包车除外的驾驶人 那遇到民警执行执法检查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件的时候 如果说驾驶人忘记带这个实体驾驶证了 允许其出示驾驶证的电子凭证 嗯 还有呢 好了 还是上面说的条件之下 驾驶人被处以口头警告处罚的时候 驾驶人忘记带实体驾驶证呢 允许其出示聊事通APP里的电子凭证 但是也有不适合的情况 这个不适合大伙得好好听一听啊 这第一个啊 就是小微型的非营运载客汽车面包车除外以外的驾驶人 那第二个呢 就是驾驶证状态是暂扣扣留超分吊销 注销可恢复 注销的或者是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 要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依法处理 刚才呢 西元老师说了很多啊 大家要是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 下载聊事通都有相关的提示 办一个电子身份证 电子驾驶证还是有备无患的 嗯 说起来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多啊 有一个问题也是逐渐引发关注 作为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呢肯定是必然的嘛 嗯 那咱买了新手机旧手机一般大家伙都怎么处理呢 旧手机处理不好这里边的个人信息又怎么办呢 其实要我来说呢我淘汰的手机基本上都会卖给这个手手机的呀 但是我在卖手机之前都会把手机里的这个照片啊 信息啊各种APP全都删除 然后再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我觉得这样应该行了吧 你觉得行 但实际上不行 网络安全证家表示 简单的恢复出厂设置和删除文件 其实系统只是将该文件的指示路径给它删了 等于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找到文件 然而实质的内容信息依然存储于你的手机内部 也就是说呢我们以为自己把这个手机的信息都删除干净了 但其实还在这个手机里边存着呢 对劲啊 而且呢想要恢复手机之前的存储内容信息 技术部门的门槛其实并不高啊 目前有人会恢复手机里的存储信息 比如说手机的通讯录 短信等等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 将其进行二次售卖赚取暴利 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个人信息就全都被泄露了 可能都会被用于说像垃圾短信 垃圾电话 甚至电信诈骗 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点啊 但是随着智能手机和网络的快速发展 淘汰的手机是越来越多 那也不能都放在家里啊 那么怎么样才能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之下 出售回收自己的旧手机呢 网络安全专家呢建议说啊 旧手机出售应该尽量到大平台 大型店里来进行 尽量避免的通过个人渠道或者小店来售卖 对 再一个呢就是旧手机换下来之后 除了恢复出厂设置 删除老旧文件之外 可以将手机啊连至电脑 先将手机内容全都给它删掉 再向手机内写入新的大型文件 反复进行几遍 那尽量将其空间给占满 其实我觉得大型文件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难 咱们呢尽量不保存敏感秘密的信息 重要信息呢保存使用之后应该尽快删除 其后呢经过多次的数据覆盖啊 这数据被恢复的几率也将是大大降低 另外呢相关部门研究举策和法规 为相关的回收产业提供助力 让回收渠道更透明 回收方式更科学精准 以推动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科学精准确实是每个行业发展的关键 眼相随着天气渐暖啊 我省各地都在有序进行着春耕春波 但是在大连除了路上的田地春耕芒之外 海上的春波也进入到了头苗的黄金时间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海上的春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春耕时节在位于大连皮口的中国疗参原产地平岛 随着气温和水温的挥暖 这里的中华疗参肿苗也到了入海播种的最佳黄金时间 水温达到12度的时候 是一个海参最能适应的情况 就是一个达到一个育苗室加上我们这个养殖区的水温同步 这样是能减少它一个应激这个效应 所以说达到的一个成果率是最高的状态 所以说我每年呢就是掐在这个水温12度的时候进行一个投放 随着水温达到最佳时间 一搜搜装满寮生宝宝的投苗船就开始驶向大海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2万多斤强壮的疗参宝宝率先投入大海的怀抱 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 根据天气情况 还将有50万斤的疗参宝宝 不续跟大海亲密接触 并在平岛疗参守护海区 全新开启长达2到3年的成长期 为了让这些疗参宝宝的成熟度和营养都能达到自己家 大连新羽龙研究院的专家们 还特地为他们精心准备了微生物保养品 微生态制剂 包括一些绿色的植物提取物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制品 它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没有药材 再一个就是对人体无害 还有一个说不会让动物产生这种耐药性 目前平岛共拥有2万多亩疗参守护区 育苗室规模18万水体 整体苗种产能200多万斤 从技术标准 作业标准到质量标准 检测标准等 平岛疗参能实现360度全方位保障种苗的优良品质 据了解大连鲜活海参年产量约7万吨 产值约200亿元 占据了全国海参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为助力大连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平岛疗参守护海域 今年还将投放海参胶4.3万空方 进一步提高疗参原种的群体数量 擦量大连疗参种参苗名片 和酸奶长大的聊身吧 我还真是讨一回听说 回头有机我一定要去尝一尝 你们大连的特产 下回回家别忘了回家给我拿点 带点 好了 下面进入到热榜环节 今天带大伙去认识一位勤俭持家的典范 这前两天山西突降瓢泊大雨 一般人遇上这种天气 恨不得闭门不出 可是这位小伙呢 他却直接冲进雨里 头顶一把紫色小伞 双手紧握着拖发借着雨水 卡在那擦车 把这车洗的呢 叫一个干干净净啊 这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兄弟 你这车洗下来 怎么也能省三十 好了 看完这个视频 咱再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父母都是怎么教育你的 咱们这个网友叫王立维 他留言了 说这话题有点难了 因为我爸妈教育我的方式很特别 是无声胜有声 这样的家庭还真是挺少见的 呆呆小熊 我们的老朋友来了 留言说还是上下联 上联用心学习提高成绩 考试加油每课努力 一旦松懈分数变低 下联配 好好做人善良第一 孝顺为先礼貌客气 学会生活人生有意义 不错啊 好了 您接着留言 一会儿咱们再读 下面先来看一组最新资讯 今年以来 当地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中华凤头燕欧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极度冰威物种 是最冰威的一百个物种之一 现今全球总数约一百只 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说天下正在直播我们新闻继续 今天的百年印记来看一本杂志 在一百多年前有一本杂志 外观新潮更创造出了青年如初春等时代金句 现如今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这一本杂志 它的封面满是岁月的痕迹 但是在百年前却是最潮的杂志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一年之后改名为新青年 强调要为中国的新青年而办 办刊的宗旨是改造青年思想 开启民智 新青年摒弃知乎哲也 讲白话使用新式标点 开始高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 当时新青年有两位先生 一个赛先生一个德先生 说的就是科学和民主 新青年在创办的初期 每期只有大概一千份的发行量 但是成长都是需要过程的 很快一批80后90后 新锐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携手 那是百年前的80后和90后 胡适 乳血 李大钊 陈独秀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百年之后 依然响亮如初的句子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就令引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这些句子让当时的青年眼界大开 就是我们今天看了都觉得耳目一新 1919年李大钊分两期 在新青年上发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新青年大量刊登介绍 苏俄十月革命和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成为影响青年三观的名刊 它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打开了遏制新思想 涌流的闸门 对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 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读这样一本杂志 新青年的文章 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 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 百余年来 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日夜兼程 用奋斗凝聚起一个活力四射的青春中国 从百家声明到一枝独秀 新青年从众多思潮和主义当中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机关刊物 新青年一共是九卷六十三本 随着时代的几句变化 新青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6年正式修刊了 但是民主和科学之光 穿越百年称为永恒 明天的百年印记 我们继续讲述 百年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说得下 我们新闻继续 奋进中的青年人 有责任 有梦想 也足够坚韧 足够顽强 接下来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 那个被称为 邓子姑娘的四川师范大学学生 黄欢成功保研了 真的是好样的 黄欢在四岁的时候 在一场交通夜晚当中 是失去了双腿 但是她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靠板凳来行走 高考的时候 黄欢以559分的成绩 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 她也因此有了 邓子姑娘这个亲切的称呼 大学期间 她得到六次学习奖学金 两次国家励志奖学金 现在又成功保研 四川师范大学的 企业管理专业 黄欢说 她学习的窍门 就是有规划 而且坚持执行 但是相比学习来说 可能生活当中 不方便会更多一些 好在这个乐观的女孩 总是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比如说在校园里头 她是靠电动轮椅来行走 而在教室当中 是靠一张方凳 而上下楼梯时 便是两张凳子 来回交替着前行 生活已痛闻我 我却抱之已歌 在命运的磨难面前 黄欢依旧是那个 自立自强 坚韧乐观的姑娘 其实还是会很多人 就是那种可能 形容的是异样的眼光 就是有惊讶 然后又觉得奇怪 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我会 我还是有的时候 会刻意避开他们的目光 我现在觉得无所谓 就是其实还是一个习惯 跟那种熟悉感 就是无所谓了 就现在就觉得 没有什么就觉得 大家可能也习惯了 我们残疾人在学习和生活中 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们就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奋斗 去获得一些进步和成长 那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意义了 没有双腿 但有梦想 黄欢说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也在普通的按照大学生那样 享受大学时光 认真学习 幸运的是呢 人生路上 他并不是独自奋斗 他有支持他的亲人和朋友 黄欢九岁的时候 比他大一岁的姐姐 为了更好的在学校照顾他 降了一个年级和他同班 黄欢的父亲 为了给他营造更好的生活 和学习环境 常年在外打工 在大学校园 黄欢也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疫情期间呢 黄欢参与 加强疫情防控卡点的 志愿服务活动 那么志愿活动结束之后呢 他曾经就读到高中 还特邀他返校 开展云课堂 德育教学 黄欢通过网络收贺 这样的形式呢 鼓励了一大批中学生啊 对于未来 黄欢说 希望自己能够学到 更多的专业知识 学以致用 回馈社会 心底有梦 眼中有光 真的是很棒啊 祝福你 坚韧优秀的邓子姑娘 坚韧的镜头 很多人都有 比如说 又到了该抢火车票的时候了 为了顺利地能够买到票 小伙伴会说都拼了 说的没错啊 按照目前全国铁路 车票预售期 15天的规定啊 今天就能够购买 5月1号的火车票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抢票还顺利吗 五一五天假期 不少人都憧憬着出去 好好玩一玩 撒撒欢啊 但是前提是 得能迈出这第一步 昨天不是可以买到 4月30号的火车票了吗 有人就担心 这5月1号票不好买 打算提前一天出发 可是万万没想到 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 于是乎呢 这12306它就崩了 可不是嘛 车票难抢到连12306都崩盘了 相关的话题还迅速冲上了热搜 很多小伙伴都在抱怨 说连后补都后补不了了 这页面一直在转圈圈 我想回家呀 这票大家看一看 简直就是秒没 还有网友说了 自己连进到购票页面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根本打不开心 它真的是崩了 这难道不是各种 黄金假期的保留项目吗 同情各位一秒钟 经过清明假期的是谁 感觉这五一假期有希望重现 昔日黄金州的盛况了 确实呢 从相关旅游平台当前的五一机票 酒店门票 租车订单量 对比2019年的显著增长来看 今年五一的旅游人士 有可能会突破2019年的五一水平 达到2亿人士 当然假期出游 疫情动态的变化 还是要随时关注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的地区 同时呢 个人的防护和清洁消毒 大家一定要做好 趁着大好春光 外出游玩 是件余月身心的事 但出游的时候 除了带吃带喝带手机 更要带着素质 来跟大伙分享一条热门视频 下面这一幕 您是否也遇到过 说在河南郑州 家长带着孩子在公园里拍照 为了营造好的画面呢 一位家长也站在树下 是黄瑶树木 这花瓣像雪片一样掉落 还有几位女士也是 趁着花瓣大量掉落的时候 在那扭动身躯 拍摄视频 都说言传身教 做家长的 就是这么给孩子树立榜样子 而且几位女士 你这个样子 说实在的 她也不美 好了 看完了热榜 咱再来看大伙的评论 今天的互动话题 您父母教育你的时候 都怎么说的 网友横横不当韭菜 说了我爸爸的签名 叫永晴的后盾 那估计您就是永晴呗 说话都有底气 网友酷卡卡 说大学时候 有一次收到爸爸的生活费 之后爸爸给我留言 有困难找爸爸 爸爸就是你的110 网友网志 说想到之前男朋友 和我爸吃饭 我爸说 如果我女儿 有什么做的不好的 不要伤害她 把她送回家 我来叫多奔暖 多踏实 好了 咱们的互动话题继续 欢迎大伙来留言 我在这一直等着您 好嘞 接下来说一说 这个季节的一个老生 常常常的话题 春困 像这个天气 现在是越来越暖和 上班琢磨 也是越来越犯困 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 那么该如何消除春困呢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专家是怎么来说的 来看 专家建议 要想消除春困 就一定要找出春困的原因 虽然春困与季节 有很大关系 但对于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来说 出现春困的几率会非常高 所以一定要有规律的睡眠 每天应保持 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春困 调整饮食很重要 不要吃过多油腻 以及高糖分的食物 这些食物很容易导致血液当中的脂质成分过高 从而影响到血液的流速 一日三餐要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食物 这样可以起到稀释血液 以及提高精力的作用 水果当中含有的甲元素含量很丰富 能够有效赶走春困 此外 适当运动能够输筋活血 提高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使大脑处于较为兴奋的状态 从而就会消除春困现象 对于上班族来说 还要适当减压 过重的压力会使人的大脑处于疲惫状态 很容易出现春困 春困 秋乏 夏导斗 我怎么感觉自己哪一个都没有错过 都没逃过是吧 那我建议你 刚才那片子在下个节目 你可以单独出来翻出来 好好复习一下 好了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于今天举行 遵其生前遗嘱 葬礼将尽量从前 这场举国瞩目的葬礼将通过电视 向全英国实况转播 但因为疫情的影响 英国目前只允许最多30人参加葬礼 因此整个葬礼将会尽量控制 在女王及其亲属之间举行 说14号晚上 菲律宾南部的 绵兰老岛北卡嘉延市的 省卫生大楼发生火灾 火灾造成大楼内部高温 可能会破坏疫苗的储藏条件 因此这一批疫苗有可能在这一次的火灾当中被毁 说南非卫生部16号宣布 该国居民16号起 可以在网上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注册登记 第二第三阶段疫苗接种工作 将分别于5月17号和10月17号开始 南非第二阶段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 是60岁以上或40岁以上且在人群集聚地点工作的人 比如说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警察 预警 教师等等 40岁以下的人群将安排在10月17号 也就是第三阶段开始接种疫苗 说15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5人死亡 21人受伤 今年1月21号极端组织5中分子在巴格达市区 制造了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 造成32人死亡 110人受伤 说受新冠疫情影响 关闭超过一年时间的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 16号开始正式向公众开放 说日本东京都新宿区某公寓地下停车场 15号发生了灭火设备失灵事故 6名工人在这个公寓地下一层停车场 进行吊顶更换作业时 灭火设备发生故障 导致卷帘门关闭 而且二氧化碳大量释放 事故造成五名工人被困 其中四人死亡 一人昏迷 说一张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拍摄的 土耳其东部反护照片 在美国宇航局2021地球锦标赛 线上投票当中拔得头筹 这幅照片记录下的蔚蓝漩涡和深蓝湖水 在一片静谧当中赋予人们无限想象 这下欢迎回来 来跟大伙分享一条热门视频 说前两天山东烟台有一位大姐 练这个道库啊 练出表情包了 这视频走红 咱来看看啊 说这个教练当时带着学员在车场上练车 偶然间一回头看到这个老大姐的表情 赶紧抓拍下来 教练说这老大姐今年55了 心态挺好 这应该是全国练车的统一表情 就是自己在练车的时候可能也这样 但是没感觉到 这个表情包着 是不是啊 这可欣然乐着 这算是学车的最高境界了 这投入的专注度 我跟你说大姐也磕不二文了 我仿佛也看你 练车过自己 好了 时间交给两位主播 好嘞 咱们还得转变个心情啊 接下来咱们新闻继续 因为下来要说这个事过程很气人 但是结局却让人极度舒适 最近呢 武汉解露公安处就对对外通报了一起 因为在列车上霸展他人座位被处理的案件 通报称呢 接任的处女是夫妇乘坐K80944列车 上车之后呢 根据购票信息找寻自己的座位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座位已经被别人占了 见状呢 楚先生便表示啊 希望与座位上的彭某来核对车票 本来是很合理的要求啊 谁知道被要求查看车票呢 彭某却一口回绝了 并且拒绝让座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这两个位置是你的是吧 这C和D 然后他现在就说凭什么 你要我让我就要让这个位置给你 你这4车14B不是哪个 你是那边那个位置 哪个位置 哪个 哪个 14B在那啊 CD在外面 ABCD 对 现在给你讲清楚啊 ABCD 我觉得我就坐这里 我就我就不到 你说我就不碰这个 我看你 我看你又好 你知道没有 你就给我弄到派出所里去 就是被法律不够认识啊 不知道就为一个座位 事情弄得这么严重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以后 好 我就坐在这儿 我就不动 你去把我弄到派出所里去啊 你有这样的要求必须满足啊 4月3号呢 17点40分 列车抵达武昌站 彭某呢 被武昌车站的派出所 依法口头传唤进行调查处置 根据彭某交代啊 当时呢 罢座就是与楚先生赌气 因为楚先生一见面就索要车票 而心生不快 于是故意不出让作为 目前呢 彭某对其霸占他人作为 拒不出让的违法事实 供日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呢 彭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通过这事啊 再次呢 也跟大家伙再次强调一下 罢座违法 切莫以身释法啊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起危害安全的事件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4月13号的下午发布了一条通报 山东济南铁路安监办 依法约谈了济南市立城区教体局 以及立城区初级实验中学的负责人 乍一听呢 这铁路公安 铁路公司约谈教育局的负责人 这有点扒竿子打不着的情况呢 那具体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是因为有学生惹祸了 可不是嘛 在约谈会上啊 铁路部门通报了3月20号 立城区初级实验中学一名学生 违反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在交际客专铁的铁路线上 放置了10闸逼停列车 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严重事件 济南立城区教体局 以及实验中学负责人表示呢 完全接受济南铁路安监办提出的要求 针对反应的问题呢 将立即在群区所有中小学 及职业学校当中 开展多种形式的铁路安全知识 和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 其实这些年 轨道上放石头逼停火车的事件 隣隣发生啊 比方说3月14号 在英煞铁路线 于家至肖家间 K16加025处 也发生过一起 三名小学生 违反铁路安全法的规定啊 在钢轨上摆放石炸 被列车碰撞碾压 那造成了列车停车的事件 还有2013年的5月14号 山东围方的主城 和工友喝完酒之后的 于某的车突发奇想 将四块石头放在铁路上 想看火车如何撞石头 首先呢 K10684列车司机 及时发现并紧急制动 但是呢 列车排除这个故障器 仍然被损坏 列车停车是22分钟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人币 11655元 于某被青岛铁路运输法院 以破坏交通设施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我国刑法第117条规定 破坏轨道 桥梁 隧道 公路 机场 航道 灯塔 标志 或者进行其他的破坏活动 足以使火车 汽车 电车 船只 航空气发生 轻负损坏危险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